大家首先呢 非常高興科技部可以邀請我來 在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們所謂的長照界的Airbnb 但是在答應科技部的那個moment 其實我就已經後悔了 因為我很緊張 我很少上台講話 然後最近的一場 是國中的在校生志歡送辭 所以待會兒如果講得不好 或者是吃螺絲 請大家多多體諒 好 先介紹一下我的公司 我的公司叫做第一長照品台 那為什麼取名叫第一 其實我只有一個用意 就是以後我無論做到第幾名 大家還是要叫我第一 那我本身是負責人 也就是所謂的苦足 那中年婦女創業 換一句話說 就是賭上自己所有的身家 要把這個平台做好做滿做大 那我的公司在桃園的藝文特區 大家有空可以到我們公司 來喝喝咖啡聊聊天 那我們的這個團隊比較特殊 我們不太像是一般的資訊商 也不太像長照的產業 我們把兩邊做一個結合 那我們的團隊呢 來自於醫院管理 長照機構以及電子商務 以我本身來講 我在醫院裡面已經有二十幾年的 這個服務的經驗了 那在最後的這幾年呢 有一天我的老闆就把我叫進去辦公室說 你坐辦公室滿坐很久了耶 十幾年了 你要出去看看 然後他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長照機構的一個機會 你要不要去handle一下 我們這旗下八家機構的這個運營跟行銷的部分 我聽到了以後怎麼樣 如貨至保 我終於可以飛出去了 所以我就答應他 我就轉戰到我們的長照機構 負責的是什麼 負責的是實體的一個行銷業務的推展 我的KPI很簡單 就是所謂機構的一個戰場率 另外呢 我們有來自於電子商務的同仁 加上這個線上行銷的技巧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集結了變成是我們現在這個團隊 好 所以呢 我們就是三大領域的一個臨床服務經驗 再加上提升使用者的經驗 那為什麼要提升使用者的經驗 我待會會說 我們這個長照平台的到訪者 周高領居多 所以他們在乎的是什麼 在乎的是你的網頁字體 有夠大嗎 大不大 界面是不是清楚 流程是不是順暢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重心 那再來呢 我們有一個O2O的模式 什麼是O2O 線上諮詢 線上搜尋完了以後 我們要結合線下的諮詢 相輔相成 這樣的效能 才會更彰顯 這樣子三個元素 組織起來 我們成立了一個全國最大的 長照機構 搜尋平台 我們叫做ALTC長照網 好 好 要介紹ALTC之前呢 我們還是從大環境開始講起 那剛剛我們成院長有提到 我們這個高齡化的現象 那我還是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民國82年 也就是我剛買20歲的那一年 我們的65歲以上的人口呢 他已經進入了佔總人口數的7% 我們來到了高齡化社會 過了25年 107年 也就是我不太想記得我是幾歲的那一年 我們開始進入了14% 那根據我們國發會的推估 在115年 我們就會進入所謂的超高齡社會 也就是20% 到時候每五位就會有一位是長輩 那這樣看起來好像是循序漸進 按部就班沒有什麼特別 可是其實我們在高齡化社會 進入到高齡社會的這個moment 我們已經比法國的127年 壞了多久 壞了100多年 再來呢 從高齡社會再進入到超高齡社會呢 我們甚至於比日本壞了幾年 壞了三年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為什麼會有這一股擋不住的浪潮 我們就在把時間推回到1945年 1945年發生了什麼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所有的戰士們 結甲歸田 都從戰場上回到家鄉來了 他們做了兩件事情都非常的重要 第一件事情 在白天 爭產報國 第二件事情 在晚上 也一樣是爭產報國 這樣爭產報國的結果 我們的出生人口 從25萬開始 一直激增到40萬 實至今日 也就是2020年 變成了我們所謂的高齡草 再來呢 就是我們剛剛院長有提到的少子化 去年我們創了歷史的新低 17.7萬人的一個出生人口 今年更出現了所謂的死亡交叉點 也就是院長剛剛提到的 我們的人口 開始呈現了負成長 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回去 要鼓勵我們旁邊的青年朋友 要做一件事情 兩個孩子實在太少 三個孩子剛剛好 趕快鼓勵生育 那最後一個原因呢 其實是就比較正面了 我們的醫療非常的發達 所以我們國人的平均壽命呢 都是比較長的 這三個元素呢 就造成了我們今天擋不住的浪潮 接下來我們再很快的run過 我們現在的市場概況 依照我們衛福部的一個推估 目前109年 我們的長照需求人口 已經來到了64萬 以照顧型態來看 我們國人的觀念 不管是子女或是父母 都還是停留在 把父母送到養老院 是不肖的行為 這樣的思維當中 另外我們的長照2.0政策 也是推動著 在地老化 在宅養老 所以基本上呢 百分之九十幾 都還是在家裡照顧 只有7.6%會到機構來 好 接下來我會從幾個部分呢 幾個問題 來看一下我們所謂的 供需兩端的關鍵問題 首先是供應端 也就是我們的長照機構的床位 我們的總床數 大於需求床數的第一名 是台南市 多出了6300多床 但是反觀於我們臨近的台北市 總床數卻低於需求床數 少了5000多床 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資源分布的不平均 然後呢 我們再把區域縮小 到北台灣來看 北台灣呢 我們來看左半邊 長照以及安養機構呢 它的佔床率 以台北市來講 它已經逼近90% 但是反觀於臨近的新北市 以及桃園市 它還是有一點點的空間 可以做床位的這個運用 但是到護理之家來看 我們來看新北市 它幾乎是百分之百一位難求 但是呢 反觀於臨近的基隆以及台北 還有一點點的空間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做什麼 其實這個平台 就是在做資源的盤整 跟重新配置的這個工作 接下來呢 是長照機構老闆的問題 什麼叫做長照機構 因為我們百分之80%的長照機構 是49床以下的小機構 那我們的老闆呢 他想到行銷沒有預算 所以他現在目前只能靠 傳統的口碑行銷 例如親友的口碑 或者是住民家屬的口碑 那另外一種比較特殊 是醫院看護阿姨的介紹 那最後一個呢 呼應剛剛院長所說的 我們新冠肺炎 對於我們長照機構 已有一點影響 什麼影響 因為我們長照機構呢 在三月份開始呢 禁止我們的住民家屬 進來訪市 那我們要安排長輩到機構去呢 會先做一個動作 我們會先去看看環境 因為我們的阿公阿嬤住進去 不是一年就是半載 跟住飯店一樣 住飯店你可能變成 病房過去 住不滿意 反正就兩三天 可是阿公阿嬤是需要長期入住的 所以我要先去看看環境適不適合 那這時候沒有辦法進去了 該怎麼辦 所有的家屬都說 沒有再等一會 疫情結束了 我們這裡去住 所以這時候會造成我們的機構 只退住不進住了 那我們的站床率 可能就會往下降 這樣一點點 好 再來呢 是從需求端 也就是我們的住民的家屬這邊來看 我剛剛有提到喔 除非到萬不得已 我們不會把我們的阿公阿嬤送到我們的養老院去 可是通常要送過去的時候 都是已經是非常緊急了 都是 所以我們的長照機構 其實是一個剛性即性的需求 那這種需求呢 發生在什麼時候 大部分百分之八十 是來自於醫院 醫生這禮拜五跟你說 那禮拜三可以出去而已 這時候 大家都開始像熱波上的螞蟻 所有的兄弟姐妹開始開家庭會議 怎麼辦 爸爸剛跌倒 現在家裡沒有人照顧 該怎麼辦 找不到外勞 沒有那麼快外勞可以來 所以我們只能送長照機構 這時候他們會拿到 出院準備小組的一張A4的list 上面只有機構的名稱 電話地址 沒有照片 沒有價格 沒有收住條件 所以你只能一家一家的問 另外的是醫院看護阿姨 他可能跟某些特定的長照機構合作了 所以他會說 不然你去這間看看好了 聽說還不錯 可是真的試住嗎 其實這個可能就要看運氣了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口碑相傳 趕快問鄰居家屬 親戚朋友 有沒有人住過機構 是哪一間比較好 所以這時候我們的家屬通常會陷入 五個不知道 五個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早起 我不懂機構的類型有什麼區別 我不知道收費方式 我不知道如何比較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的這個身份可以接受補助 剛剛講了那麼久 講了市場的環境 講了這個關鍵問題 鋪陳了那麼久 其實就是要搶 我們的這個藏造界的Airbnb 好 我們這個平台叫ALTC 什麼是ALTC 就是Air Long Term Care的縮寫 Air就是線上的意思 我們把線下的傳統口碑行銷 轉換成線上的創新多元行銷 採用的是Airbnb共享經濟的概念 Airbnb大家都知道 是把家裡的空房間 釋放到平台來 讓有需要的旅行者 或者是商務旅客來入住 那我們的ALTC呢 就是把空的床位放到平台來 讓家屬來做搜尋 為什麼要ALTC 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 互聯網的新世代 人手一機隨處可查 疑難雜證Google解答 阿公阿嬤都在用LINE的年代 以前我們租房子會到 政公所去看公布欄 上面花花綠綠的 電梯套房出租 然後給你地址給你電話 但是現在大家都會怎麼做 都會去591 因為上面有很多照片 上面有設備的明細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住 確定了 我們再去做參訪 我們現在也是一樣 我們就提供了一個平台 然後我們用Plug & Play的方式 房東就是我們的長照機構 他把這個機構的介紹資訊 放到平台上來 那我們的房客 就是我們的住民家屬 他們就上來找這些 想要的理想的這個目標 我們想要做的一個訴求 就是找機構 然後就像找飯店一樣的簡單 所以找飯店Chivago 找長照機構ALTC 這是我們在講答的 好 我們來講講我們創新在哪裡 創新有三個 第一個我要講的是 以目前的搜尋網站 也有其他的長照機構搜尋網站 政府機關裡也有 但是呢大部分都是鎖定在 鎖在區域還有機構的類型 但是長照的機構類型呢頗為複雜 精神護理之家 護理之家 長照機構又分成長照型 養護型 視自行安養機構以及住宿型的機構 這麼複雜 其實連我們在醫療界這麼久的人 其實我都搞不太清楚 那更何況是家屬 所以這時候呢 LTC怎麼做 我們用直覺式的搜尋 你不用分清楚什麼機構類型 你只要知道 你想要在哪個區域找 阿公阿嬤現在幾歲 他有沒有什麼醫療的需求 比方說他要洗腎 他要復健 身上是不是帶有管路 鼻胃管 氣切管 導尿管 勾選完成了以後 按下搜尋 這個有沒有像hotels.com的介面 這個介面呢 就會讓你知道說 這些機構呢 就是可以收住 阿公阿嬤這樣條件的一些機構 這時候你在做什麼動作 你可以依照價格或評分來排序 輕輕鬆鬆鎖定你的理想目標 第二個創新是 機構頁面呈現的部分 那我們一般的搜尋網站 大部分都會以文章的敘述來介紹這個機構 文章的敘述會有一個缺點 天下文章一大槽 大家都是誰說 我這個機構 燈光美氣增加服務好 但是你無從比較 另外在照片的呈現方式呢 很多網站他會採取google街景 他只拍了機構的外觀 可是裡面長什麼樣子 我們無從得知 另外有些機構可能會用有FB 但是FB裡面呢 大部分是阿公阿嬤活動的這些照片 所以你很難看得到機構裡面的一個全貌 這時候LTC怎麼做 首先呢 這是我們的這個網站 我們呢 會有這個一張外觀照 跟十張的環境照 那每一張照片呢 我們都會親自到我們的機構裡面去做拍攝 所以裡面呢都是沒有阿公阿嬤在裡面的一個空景照 純環境照 接下來呢 我們會用條列的方式 把服務對象年齡限制 政府有沒有不住 有哪些醫療服務 專業照顧有哪些 他的環境交通特色是什麼 比方說他是鄰近交流道 鄰近捷運站 這個我們都要標明清楚 那活動設計 有沒有帶阿公阿嬤去戶外活動 是不是有宗教的關懷 這些我們都會以條列式的來顯現 再來是我們家屬非常care的問題 就是費用 我們會顯現出所謂的房型資訊 裡面呢 就會有我們是單人房 雙人房 或多人房 費用大概是多少 那再來呢 我們特別強調的是這個特色服務 比方說許多廠照機構都有洗腎的服務 但是洗腎的服務他都是接送 接送到我們洗腎診所 但是我們這裡的特色服務呢 我們叫做免外出洗腎 當你這家機構的同一棟大樓裡面呢 就有洗腎服務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是圖像式的一個特色服務 另外呢 我們還是做一個短短的機構介紹 好 這個會像駭客任務的某一個場景 這個呢 就是我們平台目前的樣子 每一個機構 我們就是每一個獨立的介紹頁面 我們希望產生的是什麼 是一個群聚效應 大家都知道電商平台裡面呢 如果可以被搜尋的物件越多 那什麼會越多 到訪者會越多 到訪者越多 我們的搜尋物件的提供者也會更多 這個是一個相輔相成的一個效應 所以我們希望藉由這個群聚的效應呢 能夠讓這個平台的知名度打開來 另外呢 我們在講的是 我們還有一個叫做 即時線上預約的功能 像大家看到 右上方橘子色有一個人在跑的 免費參訪的這個部分 如果你覺得這家幸福護理之家呢 能夠帶給我阿公阿嬤一個幸福的感覺 我喜歡這一家 我就頂進去 然後呢 我就寫下我的聯絡人資料 下面呢 還會有阿公阿嬤目前的狀況如何 都是輕輕鬆鬆用勾選的方式 按下送出鍵以後呢 我們的系統就會自動發信給兩個人 一個就是長照機構 幸福護理之家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客服中心 我們的客服人員會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是先打電話 到我們的這個家屬來說 你剛剛是不是有寫下這個資料了 那要找幸福護理之家 那我先幫你詢問有沒有空床 因為現在床位是滿的 好 那再來呢 我們打電話到長照機構給阿嬤 阿嬤剛剛有E-mail發送囉 你有沒有收到 那阿公阿嬤的情況是如何 那您可不可以收 這個就是呼應我剛剛講的O2O 我們線上搜尋以後 我們線下在府上來做諮詢的動作 所以呢 這個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們的客服中心呢 要由護理師來擔任 我們的客服護理師 由護理師來擔任的話 他會非常的清楚說 這個阿公阿嬤他的狀況呢 是釋助到哪一些的機構類型來 那最後一個創新的模式呢 就是屬於是住民的家屬 他的一個評分的部分喔 我們現況來講 長照機構的評鑑呢 衛福部每四年會做一次 那每一年我們的衛生局 針對護理師家還會做督考 這是由上而下的一個評鑑 一個督考 但是我們做的是由我們的住民家屬 來做一個評分的動作 那可以提供給我們其他的家屬 在搜尋的時候 也做一個參考值 那我們評的是服務品質 社會環境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淨推薦值 就是這一家機構 你願意有幾分呢 你願意推給你的親友 這個就是住民家屬評鑑系統的部分 9點2分超棒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呈現的頁面 這個會呈現在我們每一個獨立介紹的頁面裡面 作為其他家屬一個選擇的參考標的 因為我們的國人平均接受照顧的時間 是8.8年 然後最新的是7.3年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呢 其實是在居家被照顧的 這時候呢 我們就往前延伸我們的服務範圍 包含外勞申請 扶居申請 居家附件 居家看護 這一些會在家裡需要的服務呢 在這個平台我們往前推 我們也讓他們能夠在這個平台上面 找到這些服務 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我們希望先讓我們的家屬 跟我們的平台有一點連接 好時間到了 我這個就是我們平台的這個介紹的頁面 我最後再講一下就是我們的夢想 我希望呢 我們是用 因為這是一個創新的產業 創新的平台 所以我希望有創新的思維 但是我們的腳步是踏實的 每一家機構我們都會自己去看過 OK了 我們再放到平台上面來 然後我們採用的是一個共享的概念 做長照呢 還是需要有溫暖的胸襟 所以呢 我們希望有這樣子的部分呢 我們創造一個Win Win Win 長照機構 住民家屬 以及這個平台 三飲的一個新天地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的聆聽 謝謝